第九場,尾場的賽事 是一場山頒1650米的賽事 5號12號,上過重化 看看服貨備忘 肥仔威威轉了馬房 方家拍馬房就轉過去 希斯,二月頭就試過左前腿不良於行 不過都很快沒事的 狀態突出一些,1、2、4、6 配備變動,電子群星又除了頭罩 肥仔威威轉了馬房又除了開縫眼罩 套上眼罩,摘來繼續 慶高采烈,初次大面枯 幸福友善,徐榜利,除了交叉鼻鼓 又起進區,打搭贏了兩場 早上依然都試鎮,很漂亮的馬 現在當打賽岸的馬 你也不要這麼快鼓頂著 這個馬房的馬越跑越好 電子群星還是非常活躍的馬 你看擔高的頭很神器 但是這次轉了過來,谷草1650 可能剛剛禮拜日有些扣女 跑了田草1400米 所以就跑了過來 但是狀態呢,他就沒有問題的 三號肥仔威威 我們見過那個閘在後面跟跑 這次就試完閘之後跳了一課 轉了馬房又覺得他都保持得到 沒有什麼低落度 但你又未必可以期望 希斯搞得比方仔 歡迎福星,跳過這隻馬是很乖巧 文靜的 走過夠了集中 還要尾閹的這隻,很難得 我都覺得 五號就是熊塗巨星 它都保持得到一個挺穩定的狀態水平 今季都會贏這個馬 贏完之後可能是沒有什麼分 僅僅贏的勞動創造 水準又不是很高的 這隻也是另外一隻應該沒有什麼分在手的馬 神科跳過這隻健康在望很吸引的 你看看那些翻步有多急密 馬身又夠紮實 但是上場何宅堯都跑得對的了 接著就七號的慶高采烈 都還有些自亂的馬 惡著頭走 走起上來有些不太順的 還是搞一下 你看到一收短疆的馬在那裡搓 幸福有善 落草地跳就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大家再細心點留意一下那隻前腳 不斷在那裡轉腳的 一鎖又轉 再打一頭又轉 即是不習慣國安上人的指令 那都是未熟習環境 捉得牠緊 牠就搶 接著就九號的超脆 今季就演出是平平 走起上來可以再爽一點 我見過牠的狀態比現在好的時候 其實到現在都是只有一邊的馬來的 勁區 四班頭馬 上到來三班 似乎真的沒有什麼招架之力 神科跳過牠一隻有口的馬 所以交叉被枯那些長期都有的 那建習學員跳就好像捉得比較重要 但是走過這一課算是操控得到的了 有口就看這隻 這隻燕王家庫真的有口 你看 好像在那裡猛地說話 但是在泥地 有些四四五拿些獎金的 這些馬已經 你看根本操控不到的 他就亂了龍 收到那些薑橙那麼短 他就和你鬥 相反你看看這些童話 神科真的沒有什麼口 他就好像還沒睡醒 但是這些馬落長童 他中心 勝在和跑法夠主動 狀態就保持得到的 盡力之成 都試了一課早集 那一課就試得普通 但是這課跳也叫做跳得順的 都未必有怎麼再進的 上天至尊 泥地的頭馬 升到上來三班 似乎又是問哪些 因為四班贏泥地 就自己單旗領方 控制著有暴速這樣贏 三班我覺得比較敏 兩個今季成績好的馬房 兩匹贏開的馬 就是一號的喜晉區 和這隻四號的歡欣複星 蔡汗雷健威 喜晉區就是莫雷拉連贏了兩場 就是前一場就根本抽外檔 都不用什麼爆發全城外碟都贏 上次贏的智大贏的童馬 可能童馬不是很厲害 智大是輕鬆的 這次都考驗一下潘頓十當 因為加了分 但是潘頓接手莫雷拉 上次接手莫雷拉 他都贏得到了 這次當位再開一點 我想他跑這些 就是接開莫雷拉的馬 他都會很努力的 繼續都會把得好 歡欣複星就叫做當裔 未必真的有很多分在手 但我覺得他還是很適合 就是神租之星來的 邊線的馬有些健康在網 馬雷看有沒有這些 欠到位置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分在手 狀態就好 有個熱當 另外就是童話 童話我覺得他很fit的 上一次臨場也有覺得 馬出來很火笨笨 但是你看這些路程 都不知道一編五匹 六次不上名 就是那些很難贏的馬 你最多都是找他做一些 單車是連環的背腳 我想潘頓上場贏完喜晉區 都可能會見到就是 難怪莫雷拉越拋越遠 每次都是騎著這些超級馬 都不用開邊 你看他上場贏到 但是這次莫雷拉停賽 我想潘頓都掩著半邊嘴笑 又可以再騎回 當然你這次要對著一隻歡欣複星 歡欣複星上場巴道贏就贏在 他是對他自己的坐騎很熟悉 因為中段變咒 喜迎保走上去 他是刻意不跟的 他很清楚知道這隻馬的衝力 就是擺正唐太三百零米 是最厲害的 那就是贏在這裏 當然他贏了上來 清脆利落的 但是這次就換過一批對手 但是以他上場的走勢 在這裏他都仍然是很兇的那一隻 一死是清先些 另外我自己可能會敲一些 半藍門就是電子群星 雖然上來1650 就可能會考驗少少他的場歷 但是畢竟他是在田草 沒有經常能夠接近和贏馬的馬 以往他是在谷草 1200米都近過 谷草他得的 只要賀明年忍得靚 或者都有些威脅 那九尚錯事研究過了 看看今期Feed到鎮 選了些什麼 莫雷拉停賽當然是潘頓 第七場喜迎保 我試一下這隻四星三 都是黑馬復島的神進馬車 三班把我兩場 暫時未上名 沒有莫雷拉的晚上 看看潘頓可不可以做到扶手棍 還是何宅堯能夠做一次騎師王 星期三晚九場賽事 頭場開跑6時45分 今天時間夠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